而颱風天也將影響柯文哲的炎壓庭嗎 我們看到目前包括了 應小薇 沈慶金還有彭震生 這些人是紛紛被炎壓了 法界就分析 這很有可能會出現骨牌效應 尤其橘子他滯留日本未歸 柯文哲的罪名很有可能比其他的被告還要重 因此被炎壓的機率是幾乎已成定局 當然 關鍵還是在於明天的炎壓庭 只是 就這麼巧 明天剛好碰上了颱風 如此一來就可能延期 因此有人就在問 這會不會拖到積壓期滿呢 對此北院表示他們已經預留了停期 一定會在十一月四號積壓期滿之前開庭 並且製作裁定完畢 那麼今天上午北檢是第五度的提訓了中雅虎 對於密集的提訓與捲方的偵辦方式 柯文哲的委任律師鄭申源是大表不滿 大酸 陶檢 重啟偵辦正文蹭案 偵查是滴水不漏 莫非 今日的北檢已經不如逃檢了嗎 檢連持續調查 金華城案貪污金流 其中在押被告前 鼎月開發董事長朱雅虎五度被提訊 雙手上靠步入地檢 身為沈慶晶心腹的他認了行賄 檢方繼續緊咬著朱雅虎供詞 想追出關鍵證據 旁副對尹雅廷有信心嗎 不過同案被告 彭震盛 沈慶晶和印曉威仍被法官認定 有竄證可能 而且相關的對價金流都還得釐清 相繼遭裁定延壓 外界揣測恐先骨牌效應 柯文哲很可能因此再被關兩個月 因為朱雅虎這邊是認罪 那相關的金流都還在探討跟研究當中 柯文哲如果出來的話 也會影響到滅鎮或是竄證的情況下 所以柯文哲被延壓機會是非常高的 不過柯文哲十一月四號積壓期將滿 但法院安排三十一號下午兩點開研壓停 恐怕會碰上康瑞颱風攪局 若是北市府決定停班停課 北院表示已經有預留停期 不論延後或是提早開庭 都會在積壓期滿前作出裁定 但在開庭前柯文哲的委任王牌律師鄭聲援 傳出在社群直接批評檢調的辦案進度 直言北檢不如逃檢引發熱議 他現在不敢動法官喔 貪污成這樣你還敢求證又出現了 證據那麼清楚了 加上民眾黨二十九號發布民調 包括司法公正性 檢察官是否選擇性辦案 司法是否公正判決等內容 似乎都衝著檢調單位而來 連證署三十號在約談相關證人及被告 身份辦腳步不停歇就看柯文哲如何接招 那麼隨著柯文哲被嚴壓的機率升高 也越來越多人站出來爆料了 我們來看到的就是民進黨立委王世堅 他就爆料柯文哲八年任期呢 每一場建商的參會都會親自參加 甚至到了任期的末期更是起了貪念 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則是說 柯文哲在成立民眾黨之後就開始跟企業密會 而且還會跟中國的企業吃飯 顯然跟過去不一樣了 至於台北市議員嚴若芳則是在調閱 收理記錄資料之後更發現 閃清金在二零一八年就曾經送過 紀念字畫給柯文哲質疑跟金華城案有關聯 那麼對於諸多的質疑 我們看到民眾黨也做出了回應他們說 柯市長任內參與過大大小小的參會 特別要把建商給拿出來講是內行人 再說外行話 舉杯向所有貴賓致議 二零一八年柯文哲雙城論壇晚宴中 主桌清一色都是大老闆 包括衛京集團主席沈慶金 金華酒店董事長潘思亮 新光紡織董事長吳興恩等人都是座上兵 讀經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再爆料 柯文哲一時起了貪念 每一到兩個月台北建商都會吃飯 柯文哲幾乎每一場都參加 對王世堅的爆料民眾黨回應 柯文哲參與過大大小小的參會 王世堅特別把建商拿出來 是內行人說外行話 但現在柯文哲身陷金華城案 除了連檢持續追查 是否有不法經流 台北市議員嚴若芳調閱收禮記錄 更發現柯文哲在二零一八年 九月二十一號一場企業演講中 還曾收過審慶金送的紀念字畫 這幅字畫還被柯文哲帶回家 質疑是否跟金華城案有關 而時事評論員吳靜宜日前也爆料 柯文哲曾收過價值連成藝術品 金華城案柯文哲涉犯違背職務 收賄罪究竟真相為何 就等檢調一一釐清 而現在也越來越多人在質疑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心的柯文哲呢 因為週刊在爆料 檢調是已經破解了橘子的雲端形勢力 發現他不只是陪同柯文哲到桃朱影原 見審慶金 而且還兩次以上陪柯文哲到威京的總部 來拜訪 並且由朱雅虎親自接應 甚至週刊還報導 柯文哲要橘子趕緊離開台灣的時間點 就在八月底 他為了假仗一事出面道歉的當天清晨 換句話說 他早上要欣賦趕緊離開 那麼下午是隨即召開了記者會道歉 也因此讓人懷疑 究竟他的真心何在 八月二十九號下午三點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為政治獻金夾帳風波 深深一舉功 表達歉意 但經週刊報道 當天清晨五點 橘子許芷瑜裁奉柯文哲之命 或訴出境前往日本 對照起來 幾小時後的道歉 顯得做作 遭到北檢通緝的許芷瑜 雲端形勢力也被破解 記者會上柯文哲號稱 選後曾和威京小沈 在桃珠影員還場一次 但從檢調破解的刑事例中顯示 除此之外 選前柯文哲就曾在橘子陪伴下 到桃珠影員和沈慶金會面 橘子也曾陪同柯文哲 到威京總部拜會 至少兩次以上 還住民雅虎來接 坐車直達集團地下停車場 由朱雅虎親自迎接 法律上面其實是重算柯文哲 因為他講的話不可信 這兩個關鍵的行賄者 橘子在場代表橘子具有重要性 那他有到的必要去潛逃 這會構成柯文哲 繼續羈押的知名的室友 每週一報 然後報的都是不實的消息 根據週刊掌握 北檢認為民眾黨政治現金專戶 還有超過三百筆可疑現金 可能是神慶金化整為零的匯款 甚至懷疑許芷瑜 可能有管理其他帳戶或處所 而今年三月 柯文哲還曾交代橘子和李文宗交 金流也被認為可能流向 木可公司智庫或是基金會 之前有聽說有三百筆 都是跟金華城有相關的 那是不是用一樣的相同的套路 橘子被視為破案 關鍵拼圖之一 而在柯文哲延壓庭前 民眾黨公布最新民調 五十九點四趴民眾 對檢察官能否公正辦案 沒有信心 只是委託單位是友好的求證公司 但做再多民調 都不如呼籲遭通緝的橘子歸案 才是幫助柯文哲案情釐清 唯一解放 三星文 國聰文 國聰明 台報道 是的